可能孩子睡了 或者说孩子去上学了 甚至于有时候就告诉他们 我们现在是只要乱乱出去 所以我经常跟我孩子说 如果爸爸妈妈不相爱 你们这好惨 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己相爱 所以你们别管我们 我们要去拍拖 从小让他们知道 爸爸妈妈是需要这个空间的 有一次去旅行也是 妹妹说为什么不带他们 姐姐就转头跟妹妹说 爸爸妈妈是很累很辛苦的 他们需要自己去休息一下 我最看重应该是学习态度 因为学习态度决定你以后 其他的事情 态度好的话 即使他成绩没有达到前几名 其实我不太那个 尽了最大努力 我觉得这个是最更重要的 可能我们俩都有这个共识吧 就是要公平一点 我就是跟爸爸都是警察 但是呢 如果你找到我的时候 就会耽误很多东西 你们懂解决着积极解决 让他们处理的话 他们更会理解对方需要什么 就是疲惫是肯定会有的 在最疲惫的时候 可能父母也只能做忍受 当然是享受的时候也有 但是特别是三个小孩子 加上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事情的话 始终是因为我们俩也从来没有打过孩子 但是我们会告诉他哪件事情是对的 或者不对的 平衡就是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好在一起 工作的时候印证的工作 上个星期我们才去公园 跟孩子玩非典那些东西 我们还野餐这样子 每一个泡面 吃很开心玩得很开心